一步小心摔倒 就怕因为骨质疏松 造成骨折 尤其上了年纪的老人家 在记者会中 回想起婆婆晚年 饱受骨松所苦 明花园首席台柱 孙翠凤买是不舍 在我的身边呢 我的婆婆 她就是受这个 骨质疏松的影响非常大 赶快去带她去看 大医院检查 检查出来 虽然原本的心脏病 但是最重要是 她的骨骼里面 也全部是空的 完全都没有任何的 固植在里面 骨松早期并没有明显症状 尤其中高龄的患者 可能只会出现 变矮驼背等变化 还以为是正常的老化现象 而不以为意 根据统计 台湾骨松患者 发生率是亚洲第一 因为骨松造成的宽布骨折 几乎是每半小时 就一名患者送往急诊的案例 成为第四大慢性疾病 尤其是更年期过后的女性 每三人就有一人是骨松 足够的营养 运动 都是一个重要的部分 如果可以的话 要用药物治疗 可以让骨密度增加 骨折的发生率减少 更重要可以减少死亡率的发生 骨松常见的部位是脊椎 大腿骨还有手腕骨 如果不小心跌倒或撞击 就有可能造成宽骨骨折 严重可能导致卧床 而要如何预防骨松 一时建议多补充足量的钙 和维他命D 适度的晒太阳 以及重训都能增加骨质强度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避免骨质疏松找上门 八大新闻简绍起林博志台北采访报道 18位玩八方锁定八大名声新闻 记得按订阅开启小铃铛哦